各位信息是神善兴万分得利 我很多时候都会说到神的爱 我们知道神很爱我们 很看重我们 很关心我们 我们真心爱耶稣 耶稣是很欢喜的 有时候人们会滥用 神的爱 我怎样做法神都爱我 这个是错的 神普遍的爱一定在我们身上 但是神的祝福 就是在爱祂的人身上 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不是代表我们能够随便做任何的事 当我们随便做任何的时候 会可以失去神的喜悦 即是祂喜悦 欢喜我们 祂依然爱我们 想我们能够回到祂那里 祂关心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一定是尊重神 尊重神也爱祂 这方面这两个平衡 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圣洁公义 我们有一个好的平衡 有什么好的平衡呢 就是我知神爱我 所以我平安、轻松、舒服、很轻散 同时我又很 就是一个就是神爱我 另一方面就是 神的圣洁公义 所以我遵从祂 但我又不是 好像 圣经有讲到敬畏的事 但就不是 具怕的事 我好像害怕到死了 死了死了死了 神了死了 怎样怎样 不是那种害怕 但我们就会尊重祂 不敢轻慢祂 这样的时候 可以同时 就是你和爸爸 你可以很开心地玩 可以享受祂 但也都不会 去做一些事 令到祂不欢喜的 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两个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一方面就是神的慈爱 另一方面是神的圣洁公义 就算人不听话 他都会感动我们 这个是神的慈爱 但我们不要继续不听话 继续不听话的时候 是得不到祂爱的祝福 就是祂依然爱 不过得不到祂爱的祝福 而神是圣洁公义 祂是审划万人的 亦都赏赐的 但是如果生命有问题的 和神没有关系的人 是可以进入沉沦里面的 那大家都见过的 有些便衣警察在那里 有时是便衣的 有时是 不是便衣的 有时是穿着祭服 多数是警察 是的 那就是捉人 每次捉稿是 2000元 4张500元 很厉害 是的 那大家会不会害怕 害怕 害怕 哈哈哈哈 即是呢 被人被捉捉 是 只是罚钱而已 是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都会尊敬那些警察 他们做的事 尊敬他 藐视法庭怎能 有些人这样讲 那些句话 即是不好 你也会打个counter 就是说 表示法庭又怎样 吹什么 就是有些人会这样讲话 那其实呢 后果是什么 坐牢 被捕 那就是 了是神比這個更加嚴重無限倍 是無限倍的 即不是三倍 不是一百倍 一千倍 一萬倍 是無限倍 因為他的懲罰是比法庭重無限倍的 所以我們真是說神 我們不敢傾慢的 我們一起讀《加勒太書》六章七至八節 不如主棄 神是慢不得的 人種的是什麽 修益解是什麽 順著情慾殺中的 必從情慾收敗話 順著聖靈殺中的 必從聖靈收為神 即神是不可以傾慢 不可以小看的 其實任何人我們都不可以小看 因為每個人都是專櫃 但是當我們傾慢神的時候 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有時有些人說 我沒有辦法了 我真的做不到 我做不到 神吩咐我的事 神感動的時候做不到 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悔改 神啊 你幫我 這是正確態度 但有些人說 我做不到 所以我繼續做 我做不到 我經常都軟弱 所以我就繼續是這樣的方式 或者譬如很煩惱 我經常都煩惱 起床就煩惱 但是聖靈說 你就悔改 然後你就依靠耶穌 耶穌幫我 所以我不用煩惱 這個都是 譬如有些人一輩子都是煩惱 都可以是藐視神的 即是輕按神 因為神吩咐我們 在主裏面要喜樂 你不靠主喜樂 就不要再想一些不好的事了 這個我們尊重神 所以我們就處理我們的情緒 都是一個尊重的情況 處理我們任何的罪 有負擁的東西 而普知所說的信 情緒殺種 又必從情緒修敗壞 敗壞 敗壞是甚麼呢 第一就是靈性和神的關係 第二就是內心世界 家庭 事業 前途 我真的見過有些人 他是信耶穌 不過很多東西都不行 為甚麼不行呢 人際關係不好 沒朋友 有些人呢 我見到真的沒有朋友 說話很容易衝撞人 做工又不長 平日都轉工的 那變了他 雖然是年輕 有些是年輕 有些已經不是很年輕 但他已經的生命 好像甚麼都沒有了 全部都是虧損的 順利情緒殺種的時候 可以整個人虧損的 但你見到有些人 他真的越來越好 人際關係好 事業好 情緒也好 事奉也好 整個生命智慧也好 整個生命智慧也好 整個生命都好 整個生命都好 因為他是順著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收永生 變成收一生人所有的福氣 所以我們 神是欺萬不得 我們種甚麼就收甚麼 種甚麼收甚麼 不只是將來 是今天 今天收甚麼 有些人的生命 是會收大壞的 那我就 講一講一個事情 我現在處理著 都處理了一段時間 真是很可惜的 就是在非洲 一個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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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主教很容易 他說幾個教堂 即他開了分堂 他又可以做主教 即是他那幾個堂的主理人 有時候他自己的教堂 他都說我是帶你這個教會 我就是bishop 所以在非洲 我發現bishop這個字 是很隨便用的 那這個bishop 其實我們去到宣教 其中一個我們就是幫助他們 即我們有時候見到 經濟情況很差 我去幫他們 那這個主教 那這個主教 他呢 就是他講了 他們那裏整個教堂 二百人 但是只有兩個人 有職位 做工 上工 其他有十幾個 就是整個 架仔 有木架仔 用木這樣搭著 一個架仔 就放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來 維持生活 那我說那麼多人怎麼生活呢 他們就很多靠外 就是有些 認識哪個人 在外國 因為那個國家很多人去了 很多人去了美國 那他們有時候有個親戚 每月給他幾十元美金 那他就靠這樣生活 那和他們結婚呢 是要一百五十元美金 證書費 五十元就是身體檢查費 就是二百美金 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錢 沒得結婚 結果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同居 但又沒得結婚 二百元美金 是的 二百元美金 就是其實 在他們來說是很難的事 那我聽完這樣說 我就覺得 就是他們很多人在fornication 就是 就不是犯奸人 而是他在一個 不是正常的婚姻的狀況 那他們就 他們跟我說這件事 那我就說 我們試試去籌錢 那初頭籌錢 真的沒什麼錢 其實我也籌過錢 支持過 非洲有些地方的需要 但是這次 其實沒有什麼錢 但後來有一個人 他奉獻的數目是很大 結果是足夠的 誰不知 這個bishop的做法 我真的很驚訝 那我就想匯錢 用Western Union 可以匯錢去 誰不知 Western Union說 你的作用太大 我只能夠匯一半 當我匯一半之後 那我就一出來 我就有一個意念了 不如我會給另一個牧師 因為有另一個牧師 在當時上課 又很專心上課 之後也有跟我溝通 就是學習我講的教導 那我說不如我給另一個牧師 他就不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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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他也有個教堂 他不走得掉的 那在過程中 後來我就說 OK 除非你有另一個人 是可以信任的 即是一班牧師在一起 那我找了一個 他說是牧師 但當我們一審查之下 原來發覺他不是一個牧師 只是一個傳導人 有些侍奉的幫助 但其實不是牧師 那我發覺 這個人都會說謊 並且我是一早傳了錢 去給他那個聚會 他就跟這個人說 我一個師都沒有給他 在聚會之前 他不是欺負我 他是輕萬神 於是 但我處理這件事 我都是要有智慧 即我不能夠這樣 好像罵他 我只是問他 但他的答案是很搞笑 即是不答我問題 我只是看到原來有些人 就算是侍奉的崗位 都會做一些這樣的事 也都有些 香港都有 有些人搶讓 其實都是很不道德的事 即是說 他們輕萬神的方式可以很多 可以就是說 人 即是說 經常都說 我沒有力 我沒有力 明明聖經說了 你可以依靠神有力 但他總是不肯去信靠神親的神 都是一種輕萬神 原來人輕萬神 是可以很多方式 也都是一些很離譜的 所以耶穌就說 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都說什麼 到哪一天 有許多人跟我說 我不是奉你一名傳道 奉你一名趕鬼 奉你一行去二臨 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真的會有人這樣 所以我希望我們當中 是沒有人這樣 並且這個水平是很低的 也就是說 耶穌說我不認識你 第一就是耶穌認識 第二耶穌很認識 耶穌是歡喜喜悅的 那這個就是 一方面就是愛神 享受神 另一方面是尊敬神 就是兩樣一定要存在 如果只是愛神 又不尊敬神 是有問題的 就是有些人 愛神的心意 就是說 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隨便拍都可以 我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的款 吹什麼 那種的心態的時候 他就不是尊敬神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一定不可以 順利情慾 順利情慾就是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跟他拍拖 他很吸引 我想 反正我想什麼 不是用聖經的觀念 而是用想什麼 就是情慾 其實很多男女 在教會很好聽話 為什麼一去到那個位 就過不了關了 因為我想 我喜歡他 喜歡他就大了 這個就是情慾 所以我們中間 有未結婚的 當有一天 有個人 說很喜歡你的時候 你真的小心看 因為我們見過有些人 真的很離譜 也有過很離譜的事情 怎麼發生呢 我們認識一個人 真是我們 他周圍的人 都說不可靠 又跟他借錢 越借越大 他都不是借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就是我喜歡他 我覺得他是 因為他要求他 整個人都想了 又怎麼疼他 哎呀 我現在很慘 哎呀 很大的經濟困難 我不行了 他就會這樣做 這個都是人 成慾 我喜歡 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希望大家 留意自己 有時候 我不聽話 我是不喜歡 我不做啊 我不祭啊 這些我們要留意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情慾 下面呢 黃色 有藍色字 就是 神的屬性 我在講道的時候 都很想講神的屬性 為什麼講神的屬性呢 讓我們知道神多美善 於是我們就會喜歡神 就會歡喜神 這裏神的屬性 一起讀 神是至尊貴 不堪興伴 神 liningهم一個心靈 神會通過的心靈 Hughes 結果呢 就是話神是 第一 祂這個屬性 有慈愛和聖結的 祂是好尊貴 不能興萬 不可以興萬得的 法官你不可以興楑得 祂心中有些少 非 放過我的馬 我要放假了 暂时你不要理我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有时未必用这个字眼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 这件事是神了 我是要做这件事的 你放我一次 那时候就是轻盼神 同时神有恩典 就是神来建立人的生命 让他顺入圣灵杀种 必从圣灵收回生 和神会报过人的生命 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天天都在爱神 天天都尊重神 见到人就想祝福 而不带有 帮助人 不带有条件 你一定要来我的教会 有些人去教会我都帮他 但不一定你要来我教会 说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就不是有什么 好像我私人的目的 神就会回报 神就会欢喜 所以我们走上神的路 神就会欢喜 绿色的就是我们的回应 我们必须尊重 和尊重神 那时候我就尊重祂 和尊重祂 也都爱祂 所以刚才给我们看到 神是轻盼不得的 完全是尊重祂的 很多人 轻看神 而不觉得有问题 就是他不觉得有问题 那就是 第一就是对神无心 听到睡觉 不要紧要 没所谓 或者很多东西 对于圣经说的话 没有认真 这些都是 对轻看神 或者是任何的罪 任何的罪 情绪 怒气 那个猫那里 就是那种要事 你看那个眼神 其实他的样子 就是他的样子 他是人造的 这个不是真猫 他是整个人样 把猫那些 弄了上去 不是黏上去 他用那些摄影技巧 就是摄影 那之后 那个人真是迷事 因为这幅画 任何人看 都立刻迷事 骄傲 说不好的话 骄傲 人自大 我赢了 钱 懒惰 懒惰 情欲 这个是龙王妙的女性 或者是懒事逢 这些一切都是 对于神的藐视 就是轻按祂 其实 神经常跟我们说话 你听话 你关心祂 你投入一点 你爱主多一点 那我们的心里面 是不是时时都立刻听话呢 其实我自己都很承认 我真的很多次不听过话 但我现在尽量 尤其一次 神一提我立刻去做 但我们总会有脱流 有时有一些脱流 我们留意到 立刻就悔改了 好了 那这个另外一个 尊重我对神的尊重 阿曼 阿曼 《非法律师》十准二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保守那些平时寡劣的人 都要给此缺点 既知到哪日子留紧 就更当要此 那是 真的在教会 很多时候会见到一些人 应该一次到下次有很多 有些是逼不已 没有办法的 不过有些是随便的 今天有朋友约我 今天有生日会 今天有生日会 甚至有时 有些很严重 很重要的 要求一定去做 譬如送机 那我就会这样说 他有没有人送 我可不可以去飞机场之前送你 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 一定要我送 我早去送 行不行呢 我送完回来行不行呢 这都是解决的方法 但有些就不是 哇 我送机了 总之我整天都不回来教会了 但他其实 他可以马上回来 我可以早点去都可以 那天在机场等下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尊重神 就是不要停止聚会 那就好像停止惯了 有些人停止惯 是不是都停止惯 那有些最 有些人都看到是什么 我昨晚睡得不好 那昨晚看手机 或者平时的习惯 是没有一个早睡的习惯 这个都是一个健康的习惯 就是管理生命的习惯 就是说 第一就是管理好自己早睡 以及情绪 让我们睡得好管理的情绪 第二就是 就算那天不够睡 我都求神给我力量 那我呢 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力量的 那你听到那时候 真是没有办法 睡 就是好像很晚睡 那天就打自己了 撕自己 或者起床站在后面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 管理自己的方法 就是不要轻碍神 那都要给此劝勉 既知道那天就留人 又更当于此 其实这个示范 耶稣回来是很近的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 那种敌基督的势力很强 在贴上来的后宣第二章 又说到 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就是说到 这个敌党基督的势力 一路越来越强 而到最后 有一个敌基督出现 这个敌基督就 就直接在这个宗教 政治 经济 和国际间全部 都很有权力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什么东西 这个不法的隐意呢 我们看到就是 很多国家敌党基督 就是不准人传福音 不准人在教堂以外传福音 不准向十八岁之下的人传福音 不准十八岁之下的人 回教堂 甚至将圣经改 将圣经的内容改 那这个呢 就是有不同的 第一就是 伊斯兰教有这样做 印度教有这样做 那还有 我不说出来 大家可能会知道 就是呢 有些地方 都是做得很很紧要 而圣经有说一样东西 大家留意 在启少女有说到 从日出之地的纵黄 会去到 这个哈比吉多顿 在以色列的地方 有一场最后的战争 那就会有百安大河干尿 然后呢 就有鬼魔的灵 进入这些黄的身上 就是这些黄呢 就有邪灵 大规模的邪灵上身 然后呢 如果黄都邪灵上身 就是很多人都会邪灵上身 就是很多人都会被魔鬼所控制 就是在这个门口的日子 其实现在呢 很多人因为情绪问题 经济问题 他们会用任何的方法 就是很多人都会用任何方法 要赚钱 于是那些人呢 就很多这些引 被人控制 和情绪 好像情绪病 是一种 好像常见的病 很多人都有情绪的问题 这都是魔鬼控制这个时代 那种不法的隐意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个日子离间 我们是会见到这个世界 越来越急重 急速地变差 魔鬼的势力越来越强 敌党基督的势力越强 但是呢 神也都会复兴他的儿女 但是会分辨真和假的 真的有很多是假的基督徒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软弱 很多就会停止聚会 说邪灵八 立刻就否认耶稣 这个情况是真的会发生的 好了 那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神的属性 一个人在聚会 神再聚会 神兼 therm weak 禁止聚会 为什么发挥属性呢 程度使是让我们知道 神多美是 于是我们便�喜歡他 就是他叫我不要停止聚会 因为他在聚会 HAVE people 会一直行奇妙的事 在人的生命中做工的 同时的神也警告人 不要停止聚会 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然後這個經文是非常嚴重 有些人看完就很害怕 死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犯了這個罪 《希華羅斯十章二十六節》 因為這個罪其實是牽涉到涉律聖靈的 我們一齊讀完 稍後再回頭一齊讀 因為我能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屬罪的罪就罪不得了 唯有戰具等候守判 那消滅重力人的烈火下槍 人當犯多失的律法 憑兩三個見證人 尚者不得了領恤死 何況人刺那俠神的兒子 將那使他成聖之若一卷當作集場 由善還施恩的聖靈 你們想他要受的認罪 該走又加重參與同 好 這裡我先解完 然後再看回神的屬性 我們知道真道 認識真道以後 故意犯罪 屬罪的祭奏 再沒有了 這句說話 有些人就會很害怕 死了 我就故意犯罪了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說 沒有人是沒有試過故意犯罪 他對這個故意犯罪是甚麼呢 應該是有包含涉毒聖靈 或者有其他罪 但不要因為我未涉毒聖靈 所以我可以故意犯罪 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這樣想的時候是有危機的 就是故意犯罪是甚麼意思呢 我明知道他壞 但聖經叫我不要生他 但我也是要生他 我明知道我煩惱不好 但我也是要煩惱 那這個就是故意的 我知道是不好 我但要故意做 所以是有警告的 所以我們要留意這些人的神 有恩典 但你也要留意 故意犯罪是可以有嚴重的後果的 就是知道真道之後 因為他講到就是得救之後 因為未得救之前 人總是有很多故意犯罪 如果故意犯罪 就再沒有屬罪去祭了 唯有佔據等候審判 和消滅眾地人的烈火 有些人看完這個經文 有些人專門把這些經文 都畫上身 就沒有看恩典的經文 那糟了 我現在要等候審判 等候那些烈火 我沒有機會得救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而是用一個正面心態 就是我不要互聯罪 這個最主要就是 大家張下去 先戴上去 然後他就比較了 就是犯了摩西洋律法 憑兩三見證人 都得了言衰而死 就立刻判死刑 如果犯了一些嚴重的罪的時候 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的 神的以將他 使他成性之藥的血 當作平常 有泄馬斯恩的性 這裏講到三樣的罪 踐踏神的兒子 就是說藐視他 看 輕看他 然後呢就是 令到他 成性之藥的血 就是叫我們 成性的這個新藥 流出的補血 當作平常 將耶穌的補血 當作情常 耶穌屬我的罪 是當作平常的 有泄毒 泄馬斯恩的聖靈 那有時有些人說 哇 死了 會自從我講的那些經文 有些人看過那些經文 他又怕死了 我試過泄毒聖靈 我試過在那裏就座 死了 我得不得救呢 我就會鼓勵他 你仍然想得救呢 你仍然沒有失去救恩 如果你仍然是想 就是仍然想 耶穌救你的話呢 神仍然 聖靈是仍然心中 但是這些是警告來的 真是這些罪 是可以有嚴重的無果 但是呢 有些人又去了極端 死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犯過 犯過就是不得救了 還有有些人有強迫症 你叫他不要做 他的心就會自己慢地做 就是你不要擔心 那他的心 不要擔心 糟了我還是擔心 不要擔心 就是你明明叫他不要做 他就越 他自己自動在那裏 糟了我還有些擔心 還有些擔心 是不是擔心著呢 那他就會有種強迫性的行為 有些行為的時候 我有些跟他說 不是你真的想做的 你自己強迫性行為 你不要計算 不要介意 不要想他 然後多些 那些心經常想著耶穌 耶穌愛我 耶穌四面我罪 我真悔過在神的 歡喜的 是神感動我才會悔過 那些聖靈的 在我心中 這些就是正面的思維 取代強迫性的思想 如果大家有任何這種 強迫性的思想呢 強迫性思想 有時有些很少的事發生的 然後鎖到門 有時會這樣 就走到街上 然後鎖上去再看看 就鎖了 走到街上 咦 其實是否有查清楚呢 又走上去再看 不如這樣 我們下一次鎖門的時候 就告訴自己 現在鎖了 真的鎖了 好了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害怕 鎖門 真的鎖了 如果不去處理 都可以變成強迫性思想 即是說 總是說 死了 我都是沒有做 我都是很慘 我都是什麼什麼 那這種行為呢 是折磨自己 將自己折磨 是可以很慘的 有些人看完這些 就死了 我又 蝕萬聖靈 我又欺岸神 我又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救了 我希望大家 不是這樣去留 只是你的心就說 我信誘耶穌 我有這個悔改的心 耶穌研救我 但是我 不要犯這些罪 如果真的好像 想犯或者犯了 我都強主赦免 如果你仍然會真心悔改 仍然沒有失去救恩 回上去 回上去 我們看看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讀 耶穌救我 我主要懲罰 會以犯罪的人 我永不敢 會犯罪的人 我永不敢故意犯罪 首先看恩典 這句經文 其實表面看不到恩典 但是相反就是恩典 這裏就說到 等候審判 和消滅眾敵人的烈火 那恩典是什麼 就是神救我們 脫離烈火 即是說 在所有警告的經文 譬如 聖經也有說 因為神是烈火 那你就死了 神是烈火 神要追討我們的罪 至乎及此 直到三四代 有些人捉住這句 就說 有家族的奏罪 不過聖經也有說 那些敬慰祂 愛祂的人 他們是師前 直到天代 那你一信靠神 又愛神 那就立刻那些追討的罪 直至三四代 就取消 但是那些人就不是 就說 死了 不要取消 那些人一定要撤除那些家族的奏罪 有些人做我又不反對 不過呢 其實在耶穌裡面 我真的信靠耶穌處理生命 我是不需要怕任何的奏罪 怎會還有奏罪呢 我是愛神 我是遵從神 怎會有奏罪 只要我真心愛神 遵從神 即是有很多人 他們將我注目在奏罪 和魔鬼的身上 那我就說 每一件事 我背反面 當然是神的一些 即是奏罪 神是救我脫離一切奏罪 所以我就不用怕奏罪 那你就不用怕了 有些人經常都怕 死了啊 今天有攻擊了 什麼都攻擊過 哎呀死了 我走下級樓梯 我又不小心 哎呀害怕 有少少痛了 哎呀 那巴士又走了 又奏罪了 又被人罵又奏罪了 哎呀 炒魷魚又奏罪了 即是有些事情 我們都想到奏罪 其實我們這個想法 其實是一種很害怕 令到人很害怕 不知道魔鬼何時衝擊 但是耶穌保護我 我聽耶穌說 一方面我信靠神 我又聽祂說 我就不用怕了 沒有東西需要怕的 所以這個相反就是 神是救我脫離烈火的神 那就變成我們 很懼怕 即是看到什麼經文 那個經文講正面的質素 神一定有 反面的相反 神一定有 那就是神救我脫離烈火 不過神都有祂的聖結 和公義 神都懲罰故意犯罪的人 是會的 就算祂悔鬼 都有後果 犯罪有後果 這件事我們要明白 就是什麼意思呢 神會卸臉 就像大衛犯奸 又不是殺人 神卸臉 不過有後果 就是祂一生 祂的刀劍不離祂的家 那你就死了 刀劍不離我家 但是大衛都是亡因的 就是我們祭神 我們是亡因 雖然有懲罰和管教 但是你真心愛神 這個懲罰管教 是可以減輕的 亦都呢 就不用經常想 死了我犯過那麼多罪 神何時又罰我 不用這樣想的 神的管教 最主要是教我們去聽話 當我們聽話的時候 這些管教 神就可以減輕 而且 祂不是一路數回你 由十年開始 那天你犯罪 我一路要追討你 追討你 神不是這樣的 但是的而且 如果有人不悔 是會追討 因為它會引致 祂的生命 是有很多過口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聽到 不是怕 我信教神 我愛神 就萬事都不用怕 那就很輕盛 我希望大家聽的時候 神是尊重 但是我也知道 神很疼我 所以我不用擔心 不用怕 所以我們不敢故意犯罪 就是我們不敢犯罪 以前呢 有一個錯誤的教導影響了我 就說 你悔過耶穌就射臉 就搞定了 但是這個是搞定 射罪那裡搞定 不過 罪有罪有效果 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說 我犯了這次罪 我看了一些不好的電影 和一些不好的人交往 講一些不好的說話 和生氣人 不要緊要 我求主射臉就行 求主射臉就行 求主射臉是叫射臉 不過呢 是有一個後遺症 神的管教 也都同時呢 有破壞一些關係 總有些後果 所以我們呢 就尊重神 就不要隨意犯罪 但是又不用整天 請問我今天有沒有犯錯呢 有些什麼 即是 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的罪 都求主射臉 這個心呢 就輕鬆了 好 好了 那麽就 下一張 行一路一齊讀 神賜的子和生藥 主的補血和藥 是非難輕航的 我們要高度諸祂 那麽 那麽這個 那麽這裏呢 也都講到 不得連衰月死了 又踐踏神的補血 那麽相反是什麽呢 就是耶穌的藥和補血 是很寶貴的 是很大能的 拯救我們的 釋放我們的 那麽就正面了 就是看什麽經文 都看得到正面 那麽 那麽 那麽然後跟著呢 就是不可輕看 神的補血和藥 是不可以輕看的 耶穌的赦罪 不可以輕看的 神的身藥 也都不可以輕看的 洗禮和聖餐 都不可以輕看的 洗禮 加入神的藥 聖餐也都是紀念神的藥 和紀念耶穌為我們死 是不可以輕看的 所以關於神的藥 也不可以輕看 神的壞語 不能輕看 罪會不能輕看 底子會不能輕看 教會不能輕看 全個人不能輕看 然後呢 我們就高度尊重神了 所有歸神的 立刻的心中 有一種尊敬 立刻呢 不可以用來玩的 但是我們可以和神 開心那種玩 開心玩那種 但是就不可以 欺笑神 妖視神 欺望神 那種玩 就不可以的 但是神是可以和他 一起開心玩的 你要旅行啊 神神我一齊 陪我一齊去玩 這種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任何神的事 我們都一定要高度的尊重 接著呢 第三節 因為我們不知道誰說 身冤在我 我無緣 又說 主要神和你 白色 落在你身上 神的手裡 真是我 這個經文字 才能夠進入 就是說呢 我們知道誰說 身冤在我 我們報應 神是會一定身冤 和一定報應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輕看神 不可以隨意的 對神的事 看少了 神也都呢 一方面呢 就是身冤 有人害我們 神會身冤 那我們又不要說 神了 你快點身冤吧 又是說 神會身冤 所以我不用氣他 不用怕他 又會害我 因為神會身冤 神會保護的 聽神話的人呢 神一定會保護 神一定會祝福的 譬如我今次 我先講到那個 關於我Bishop的事 神都 保守呢 就是當我 傳了一半的錢的時候 神就給我這個意念 就說 你傳給另一個 但是這個第一個Bishop 我一樣要他 交出所有的證據 他怎樣用那些錢 就是他不可以隨意的 那這個都是 就是我更加小心 令到我更加小心 就是將來所有的 我們的捐獻去到那裡 我們一百分之一百都拿去那裡 就是那些 因為我又沒有受薪 全部的錢就拿去那裡 就是任何人 無限關於這個方面的 全部都去那裡 那我就會 叫他們幾個牧師一起 現在有一個呢 就是WhatsApp Group 一起溝通 你的進展 怎樣 不只是簽名 我很多時候都叫他們 幾個牧師一起簽名 但是這個都有時候 都沒用 是要一起 在WhatsApp Group 那裡溝通 那個進展的情況 因為呢 我們現在主要審判他的百姓 他要審判 我們都要接受神的審判 落在永僧神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這句話是律法來的 那又即是一個相反什麼呢 在神的愛中 真是可愛的 真是無福的 但是呢 落在永僧神的手中 是被審判的 是很可怕的 是很恐怖 是沒有一樣東西更加恐怖的 就是神那個烈怒 神的審判 是沒有一樣 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樣東西這麼恐怖 超過神的審判 所以我們呢 真是要敬畏神 但是也都說 感謝神 神救我脫離這個審判 多謝天父 讓我能夠 不用進入永逆 一起讀一讀 神拯救人 絕離永逆 神拯救人 絕離永逆 這個永逆 是很可怕的 而呢 神是審判不順從的人 即是說呢 不聽話的人 審判是嚴厲的 所以我們問自己 我們很不聽話的地方 即一方面我享受神 愛神 另一方面我尊敬神 不敢不順同神 還有跟著呢 那裏應該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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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凡事都遵從神 這裏應該要改一改 就是凡事遵從神 不要藐視神 不要輕看神 為何人會故意犯罪呢 既然這樣故意犯罪 聖經有警告 第一 有很多人看經驗 都看不到的 即是我們看完 沒有留意的 即是我們看聖經 要留意他講甚麼 那麼留意了都不做 有幾個錯誤的 看法 這個我讀你不要讀 因為這些錯誤的 我求射臉就可以了 這個錯誤的觀念 是神會捨臉 不過不是就可以了 即是好像 你得罪了人 你請他原諒就可以了 那是會有受服的 不過那個人 可能在心中 已經有一種裂痕 關係有一種裂痕 我罵我家人不要緊 我跟他道歉就行了 但是關係會受到傷害 不會那麼容易做吧 不會那麼緊要吧 或者我控制不到自己 還有一些人真的不尊重神 我求聖便就可以了 去利用神 或者表示神的時候 軟弱的時候 其實可以的後果 非常之嚴重 所以不要會犯罪 我求聖便可以有後果 不會那麼嚴重 真的有些我們認識的 所謂責徒可以落地獄的 我曾經試過在一個大教堂 講道的時候 我問他一個問題 你有多少人在家祈禱 是少於一半舉手 我很驚訝 我問得很清楚 你們在家有沒有祈禱 是少於一半的人舉手 你有多少人 你知罪會悔改 你會留意罪 是少於一半人舉手 那我就鼓勵他們 你真的要清楚自己得救 因為有很多人在教堂 是一種習慣 那我知道這個教會 因為你們都是 有跟進的人 所以我覺得 未必在你的教會會不會有 但是呢 我們都要留意 我們對神的尊重 都有零至一百分 那你有一分尊重都好 不過一分尊重 和一百分尊重 都很大距離 那我們就 真是 就說神 我到底尊重你 有多少分呢 是很嚴重的 因為呢 就算不是永逆 地上的管教都很嚴重的 有些管教 即是有些人的 生命破壞的程度 我們有時候都見到 我們都說 啊 神啊 求你連任他 他真是很慘 因為他們 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破壞 做工又不行 家庭又不行 人際又不行 那樣東西 思想又不行 即他心裏面 存在很多負面的思想 我們都求主赤面 但如果真的有哪些情況 你就求主赤面 求主赤面 一定是控制不到的 情容 說行話 控制不到的 如果那件事很嚴重 一定會控制到的 譬如說 知道這件事 是會 譬如 假設在法庭有警告的 譬如 有些人犯了案 譬如說 他就要警告所有有關的人 你不可以討論這個案件 你一討論了 知道這個案件可以取消的 很嚴重的 即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知道 因為他討論的時候 可以影響他的判刑 所以呢 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警告 這個法官警告了 那些人就不能夠討論 譬如那些陪審員 是不能夠討論的 那些人警告了 那香港周時也有警告 有些人說 最近很多警察抓人 抓人 我怕路 抓人拍車 飛發拍車 那些人特別警醒 不過就算沒有警告的時候 我們都要小心 即是 即是你小心的時候 那些人緊張 我們就會控制到的 即是譬如說 隨地吐痰 說明 隨地吐痰 就會罰款一千元 二千元 那你下街 你不會吐痰 不會隨便吐痰 那我們呢 知道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控制到的 即是其實人是控制到 不控制到 是一個藉口 那你都可以用 德性五步谷 我有一種傾向 我想辦這個罪 我知道它是破壞性 叫不叫德性五步谷 是 留意 破壞性 聖經怎麼說 祈禱 求主赦免和得力 第五我選擇順和 我選擇聽神的話 是可以得的 那然後呢 有些人就簡單的 不尊重神 覺得神可以不理 以後再算 我老些退休的時候 我先算 我先毀身 現在我暫時都很難毀身 這些是藉口 那麼 在神面前 我們怎麼完全學復 因為神的命是自尊貴的 我們完全學復 那些明事應當 從羅瓦斯十四章十一節 萬身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向我承認 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 就是怎樣 完全清動神的名 完全清動神的名 還有萬身向他跪拜 萬口向他承認 全部的人都在神面前 降伏神啊 你是自尊貴 你是自高 自榮耀 自美麗的 你是自慈愛的 自聖結的 所以我完全降伏在你面前 看到在天上 那二十四位掌樓 他們將他的官面放在地上 然後去敬拜神 如果大家看啟節錄 會看到的 就是神啊 你的名是自高 一想到耶穌的名是自高 所以有些人呢 外國人有些人 用耶穌的名 和神的名 做 就是隨意說話的 有些什麼 有些人不喜歡 就會說耶穌的名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一個雜貨來的 那你到底尊重什麼呢 有幾個東西比較一下 監視過馬路的人的警察 你尊重 法庭的信 有封信 你要什麼時候出現 你要什麼時候去哪裡 老闆 眾人的眼光 和這個創造拯救和審惑的神 到底我們專用哪一樣比較多呢 那些人就尊重警察很多 但是對於神的說話 沒有那麼尊重 一百平一須 老闆說老闆出糧給我 但是其實老闆出糧給我們 都是神給他 他才能夠給我們的 神賜給我們這個老闆 這個工作 我們就有這份工 神賜的時候都一樣沒有 如果我們聽神說 神可以賜給我們更好的老闆 更好的預告 所以不要緊的 眾人眼光有些人 哎呀他們說我 每個人都笑我 每個人都說我 每個人都說我 有什麼所謂 他講流講去都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我自然都這樣 深信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他講什麼都不要緊的 這些東西 只有一個講字 他發牙痕的 他講出來是沒有權命的 那些是 他講的說話是垃圾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沒有吃垃圾 這些全部放手 但是那個人就不是垃圾 他是寶貴 不過他自己活在垃圾之中 但是我都去嘗試幫他 祝福他 所以眾人眼光不重要 但是創造和拯救和審判的神 是要至極數的尊重 他創造我們 我們有我們的身體 他做出來的 我們整個生命 他做出來 反正一切都他做出來 他又救我們 他又審判我們 下一張 要是神的革命 有今生和來生的破壞 有什麼破壞呢 罵人是蠢材 是怎樣 破壞人際關係 還有是永遠沉淪 難免地獄的火 有今生的破壞 和來生的破壞 我們明白 就是犯罪不只是 永遠的 是今生都有破壞 說謊 沒有人相信他 他永遠都是 凡人所說的閒話 都要被他供出來 不愛配偶 和家人 很多人就是這樣 很搞笑的 本來配偶 我們這裏中間 不是很多人結了婚 但是很多人配偶 就會隨便發脾氣 罵 但是其實 天上我們有神 地上最寶貴的人 最重要的人 其實就是配偶 但是很多人一對配偶 隨意說 租質他 傷害他 但是其實那個人 是令到我們 可以最開心的那個人 所以我不想任何一次 令到我太太覺得 我是人 即我都不會有這個意念 想令他不開心 有時候都會無意令他不開心 有時候人會做錯的事 那我就道歉 我就改 但是故意是什麼 我明知他不喜歡我 是要做一件事 我明知他不喜歡聽他的事 我特地去說 那時候就是不尊重他 那時候 就一定有 今生和為生的後果 破壞家庭 很多婚姻都會說 我們經常都說說 傷害對方 但是沒有想都沒有想過 我傷害他 其實都是違反神的吩咐 所以 我們 譬如結婚 譬如拍拖 你見到那個人 明明 他經常都忠責你的 那你說結婚之後會不同的 會不同的 這個人的生命太壞 譬如他 就算他 就算他 他信耶穌 不過他跟你說話 經常都忠責 那我們需要輔導 處理 處理之後 他都是不肯聽話的時候 這個人是一個 輕視人和輕視神女的人 這個人是不值得同一齊 因為他會 他會以後都忠責你的 事實上太少人是 很尊重對方 尊重人 真是說好的話 那我一天說很多次 和Shirley一天都說很多次 那心態都是成人令他舒服 令他開心 提升他的心態 永遠都是不想任何一件事令他開心 令到他失望的 就不想失去了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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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麗 很美麗 例如 很美麗 例如 在我來說 我也跟他講過 我永遠都是男性 男性永遠跟女性有些不同 女性就會怎樣 女性就會是 很多 很多東西 例如我忘記了那樣東西 他就覺得是關係上 例如 他告訴我 你要做什麼 我又忘記了 我就告訴他 因為我是 男性 即是我有時會忘記了 但跟著我就會 我這樣跟他解釋 但我都會這樣的 他告訴我 我就記得要做 寫西了 因為他又會覺得 我不看錯的關係 我知道那些東西 對他來說 是會跟關係有關 我就覺得這件事有關 不過呢 既然他看錯 我就 既然他看錯 我就會留意去做 即是他既然告訴我 我就留意去做 他說那個時段是做什麼呢 我就寫下一個人力 那裏 盡快寫下一個人力 那我就不要再約其他人了 即這些都是尊重他 不要將他 即是 有一些約定了的東西 我們的計劃 輕寒 還有他的感覺 時時都是令到他舒服的 令到他開心 不要說任何一句說話 令到他覺得 我不看錯他 譬如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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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輔導 教導關於婚姻 那 有一對夫妻出來示範 他很勇敢 出來溝通 大家溝通 那那個 那那個 那個 大家在談話 為何遲到 他常常都油灰水 他說 油灰水 我說 你油灰水 是不是化妝那意思 噢 那為什麼 你用油灰水 你猜 大家聽到什麼感覺 有點不好 不過 習慣了 即我沒想到 只是好像 藐視他 他用油灰水 那樣 浪費時間 就遲到 那其實 這個真是一種 妙視 對於他太太的妙視 我們就 當時就說 其實你可不可以用別的說話呢 還有你是不是 他負責呢 遲到有沒有你 有份呢 就是這樣 好了 婚外情 那 今生的破壞就是失信 破壞婚姻 也都有永遠的破壞 因為他犯監獄 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 他真心悔改 真心悔改 有些不是犯一次監獄 又再犯第二次 這樣的時候 他不是真心的悔改 不饒書 自己痛苦 因為不饒書人頭自己痛苦 有苦毒 裡面很多苦毒 如果我們留意裡面很多苦毒 我們要清除 裡面有沒有怨恨呢 我自己留意 我祈禱的時候 是鬆了 我又發現一件事 如果你有謊言 你用謊言 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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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是好喜樂的 那你沒有謊言 你就這樣讚你神 神愛的愛 都可以好喜樂的 那我發覺呢 就可以將這些 所有的積聚的東西清理 這個是我發現 在祈禱的時候 可以很常常清理的 因為小祈禱的人 有今生的後果 又沒有力量 又不開心 亦都有永遠的影響 所以其一切 其一切 都依然有破壞性 有今生和今生的破壞性 有什麼被玩火的 那是危險的 玩火 這個照片 燒傷 好慘 你知道嗎 很痛苦 好啊 整個皮膚 第一 身體痛苦 下下一個圖 是燒傷的人 皮膚痛苦 還有以後不能完全恢復 玩火是不是很危險 是 不過藐視神 那種危險程度 是軟軟的 它更加高 所以呢 知道玩火嚴重 我們大家都 大人大者 都不會玩火 哈哈 那 千萬不要藐視神 因為這個後果給晚火 更加嚴重 是 但是有些人 又很怕被神拒絕 糟了 我犯了這個罪了 怎麼辦呢 我用這個經文去提醒他 所以我告訴你 被神的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作的 又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會有說耶穌是主的 就是說 如果他仍然說耶穌是主 想耶穌赦免他 他仍然是得救的 另外就是 約方十六章八節 就說到 聖靈來到 保衛斯來到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仍然有聖靈的責備 仍然想稱耶穌為主 他仍然得救 仍然真心下面 我一起說 仍然真心想耶穌作主 仍然是得救 仍然有聖靈感動 仍然是得救 但我們必敢 徹力保守與神關禮 何不乎 仍然是感覺 仍然想悔改 仍然想認罪 信靠耶穌 信靠耶穌去救主 仍然是得救 仍然有感動 仍然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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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性感動 所以我隨便可以犯罪 有很多基督徒是很隨便犯罪的 以前我認識有一些教友 後來他沒有回來做甚麼 為同居 他沒有回來 不過我沒辦法幫到他 但有些人聽到的後果 都是因為他為了結婚 結果生命很大的破壞 所以我們大家小心 甚麼事我們都小心 求主保守我們的生命 一整個 收趁爺我我曾經的時候尋找 相近的時侯不貪 二塞書五十章六節 我現在十七歲和一百零二歲 到一百零二歲的時候 我悔鬼了 我要聽神的話 但他好得已經沒有了 這個人算是很健康 一百零二歲 真的很健康 機會不是永遠都有 有一天可以太遲 充電我們從夜學 需要我尋找的時候尋找 所以我熟悉聖經理很多說話 我記得很多金句 感謝神 我又學彈琴 又學彈吉他 學唱歌 在我年輕的時候學 以致我年紀大的時候 我都記得這些東西 英文我在年輕的時候學 如果我現在才學 困難很多 但我又感到實在 因為我以往用慣的腦 就算我其實這十年學普通話 神都給我學得好的 這也是禮物 就是腦袋原來生仇 就是我趁年輕的時候 仍然去做這些 但有些年輕的時候已經 煞響、煞響、煞響 思想不能夠慘忠 學也學不到 沒專注力 不能夠專心祈禱 就是因為他沒有去操練 這些是需要操練的 趁年或是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現在有人太遲 在年輕的時候會怎樣 體力 更加有體力、耐力、記憶 教天真、開心 這是禮物來的 有些人沒有了天真 這位姐妹 我講出來 她很有天真的 即是她就算她現在 哈哈 她現在呢 她在教她的工作 她仍然是很天真活潑 這個是禮物來的 有些人就不是了 她什麼 有些人說什麼 有點賤眼 即是大頭或什麼 但其實呢 她用這種表現 就是她用外面的一種笑 開心 其實這是禮物來的 就是好字 不是掩飾 而是天真 有些人老了就怎樣 什麼都是不行 不准 不准 不可以這樣做 什麼都是不行的 即是人變成僵化 老不是要僵化 人老了 她依然呢 有穩定的心 但依然呢 老人家懂得笑 哼哼笑 開心 這個就是成熟的表現 成熟表現是 依然開心是禮物的 年輕的時候 教天真和開心 就保持這個 天真和開心 我感謝神 我其中一樣會開心笑 一樣可以和人笑 還有年輕的時候 這麼有機會 還有呢 還有從頭開始的機會 年輕的時候你可以再讀個書 你可以再開過你新的學業 但是到年老的時候 已經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們趁有機會的時候 因為機會是不是一定會回來呢 不是一定會回來的 不是一定時時都有機會的 當你有些問題怎樣呢 德性目曲見不記得 第一 留意 就是那個紅色字 留意第二呢 它有何是聖的 第三呢 聖經主理 第四呢 親近神 選擇信徒 親近神包括 求主謝念 和求主得力 給我力量和選擇信徒 有什麼問題 不聽話的 就處理 有哪一樣東西 還是有遺漏的 有些人說 我都很多聽話的了 還有些未聽話的 我們都感謝神有些聽話 不過我們不要 只是這些聽話就行了 我們都處理這些 但是處理這些的時候 還未處理到 又不要怪責自己的 死了我沒有用了 我不行的了 我不行的 經常會懲罰自己 也不是好東西來的 而是經常都說 我有進步 感謝神 雖然有些還在處理中 但是不要緊的 我已經在進步中了 那就正面了 大家可以經常正面 就不要說 還有很多問題 不要緊的 繼續處理 我已經在進步中了 那些經文 那些經文 現在重溫 就是神是輕慢就行的 沒有輕慢 因為中什麼就收什麼 信約情慾殺了 必從情慾收壞 沒有停止罪 所以我們要給彼此勸勉 因為這個人子留人 還有德之生道之後 故意犯罪 是可以扶得赦免的 而是等候這個審慧 和這個審慧 消滅眾人的獵果 所以我們就知道 是很嚴重的 還有呢 如果當人踐踏神的兒子 使他這個好血 當作平常有涉反性靈 受他的懲罰是加重 所以我們就不要輕看神了 而呢 神是會伸冤 神是會報應 你做什麼好的事 神就報應 神一定會祝福的 你有幾個不好的人 求主謝臉 又開始聽話 神是福氣了 因為樂在永生神的手裡 如果是不悔改 是 實在是非常可怕的 下來到日 全面性跟從神有什麼後果呢 很多後果 很多好的福氣 要一起讀 以神為樂 基督徵兵 祝福多人 王主起源 進入神 高層次的生命 永恆上次 就是說呢 當我聽完神 我說尊重神 我就經常以神為樂 我經常有神的喜樂 還有呢 我成為基督的徵兵 可以為神打仗 拯救很多人 又祝福很多人 又神又喜歡 還有呢 高層次 其實你還年輕 我有很多好的教導 你可以上網聽 學了之後呢 你就生命被提升 我去到很多國家 他們都很喜歡那些教導 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 然後怎樣處理生命 所有的罪 所有的負面思想 不給人影響 的人輕輕鬆鬆 又做什麼事 神都歡喜 於是很正義 又用這個法陽神 神屬性 查經法 有什麼經文 看到神的屬性 當你熟習這些的時候 你可以訓練人 有很多人都沒有這些教導 那時候呢 你可以進入高層次的生命 我去到就是訓練那些 牧師傳道和是夢人 他們都很覺得好好的 就是生命的提升 也都有很多的 輔導啊 處理生命啊 婚姻啊 他們都覺得好好的 就是能夠提升生命的 那我又能夠得到 我都永遠地上前 我希望大家都真誠 你現在有的 就不要說 有些人馬上說 牧師你就得了 我都不得了 就是這句說話 就是魔鬼火在心中的 我們都得的 當然每個人受的恩賜不同 有五千、二千、一千 你是一千都好 你發揮這一千神的歡喜 雖然你所得的 每人恩賜不同 你的發揮可能有不同 但總之你有的 你就發揮 這樣的時候 你進步了已經是很好的 譬如你本身很軟弱 但你進步了 已經好 而很軟弱 進步了 你就可以幫助很多軟弱 所以我希望 鼓勵大家今天的訊息 摩興萬神 全心走向神的路 全個人蒙福 其實這些圖畫 全部都是直言的 是全個人蒙福 是一定得力 一定搞定 一定能夠得勝 一定不會輸蝕 一定能靠著耶穌越來越好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 這種正面思想 永遠都會說 哎呀我又失去了 一失去了就求主赦免 然後立刻 我嘗試拐就行了 其實很簡單 失去了就求主赦免 立刻努力 當我心情就變得不變靠 立刻用聖經的說話取代 聖經神愛我 神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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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悔過神就喜歡了 這就是正面了 我做得不夠好 總之求主赦免 神又悔你了 很開心的了 如果我們有機會看到神 我們就會看到 我悔過如說他那麼開心 我們就不會擔心了 有些人說我看不到神 我們看不到神 我們信心看到 因為聖經神說 一個罪人悔過 天上也會不會歡喜 我們就捉實這些說話 我就經常捉實這些應許 所以什麼事都好 怎樣被人搞到 我都不受影響的 拜託祭告 在神面前 託告問神 神在我什麼地方是故意犯罪的 欺憾你的 我藐視你 你覺得不要緊 或者我好像做不到 沒有力做得到 我們在神面前 求主審查我們的生命 審查我們的生命 神在我什麼地方需要處理 求主詩恩祝福你 也都深信神一定幫 神一定提升 一定有出路 一定搞定 阿里路亞 感謝耶穌在心裡面一路 心裡面千萬不要 唉 老師你說的那些 我原來都沒有 你心裡說 我沒有也好 立刻開始有了 立刻開始走 一條向天上的路 越來越高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可以的 靠著耶穌 我可以得勝的 大家心中去悔改為到我們一些故意的罪 欺瞎是神的罪 求主赦免 我們跟有些人的關係 我們裡面有些負面 求主赦免 我們很多時候自己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我沒有用的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求主赦免 求主潔淨我們的生命 阿里路亞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給大家少少安靜的時間 我們可以處理一些我們心中的垃圾 阿里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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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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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亞 在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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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心话可以与全面的正面 全面性的信靠神 尊重神 爱神 行神的路 放下我心中的立守 所以我心中控诉自己 哎呀 我又犯了什么罪 我又犯了什么罪 我有什么软弱 我愿意放下这些垃圾 我愿意整天捉紧神 走上神的路 爱神 享受神 从神得力 你愿意行这种生命的 即是说 倚靠神 信靠神 而放下垃圾的生命 这些所有不好的东西 所有不好的东西不是说 等到我们都处理完才行 而是我愿意处理 我就行了 我愿意处理 我愿意靠主处理 我愿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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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走这条路 完全走完你的路 完全信靠你 完全放下负面 和所有控诉都放下 所有垃圾都全部套出来 垃圾在心中套出来 在记忆中套出来 我愿意处理 因为我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你愿意处理 我愿意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